这个工作能力最强的实习生偏偏又因为能力太强 在工作中受尽委屈 今天的这个局面就好像给了我们一份满分50分的试卷 跟另外两个满分100分的试卷放在一个台上去比分 中哥来到这家投行实习之前 就在其他顶尖投行做到了高级经理的位置 这样说可能没概念 就相当仅次于指导老师的程度 所以领导们为了平均各对实力 把实力最弱的两个人分给了他 朱光叶比较强的话 领的相对来讲弱一个 说的难听点就是朱哥在依托二 不仅是没有金融经验 更是连怎么联系客户都不知道 朱哥只能一句一句交 但真正让朱哥崩溃的是接下来的禁止调查 其他组调查的企业高管对他们之无不言 可朱哥组续的企业 圆区里面的高管就像统一了口径一样 具体这个商务条件 可能我不是特别方便去跟您这个分享 这一块呢就是可能我不太方便 可能大家做分享了好了 对对对对 这些涉及到这个经营的数据 明白明白 不管问什么都是不方便透露 然后把问题推给其他部门 换一个高管也都是这样 这一块可能就不方便我来说了 然后你刚刚讲到的它是一种模式 应该是在那个景区开发端 明白 相比其他组的企业倾囊相守 朱哥组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获得 只能在园区店铺里一点点打听 在这样信息差不对等的情况下 朱哥组经历完成的报告 却被领导评价像是来推销公司的 因为这样的情况而垫底 朱哥心态彻底崩了 但这能我真的不服 如果我们输在能力输在态度输在专业上 怎么都认 但都不是 但领导们找朱哥组面谈 朱哥对领导表示了这场比赛并不公平 但今天的这个局面就好像给了我们一份 满分50分的试卷 跟另外两个满分100分的试卷 放在一个台上去比分 领导又怎么会认可这样的说法 你反思自己的问题吗 自己一点没错 各有领导表示 小朱啊就是我觉得 虽说在职场上受点委屈在所难免 但为了最深利益提出质疑也是理所当然 其实朱哥之所以会这样做 也是因为小组垫底就会有人淘汰 善良的朱哥不忍对友淘汰 关心则乱 请继续